哈喽大家好,我是王刚 今天我要教大家做麻婆豆腐的家常做法 首先我们选择嫩豆腐400克 然后把豆腐切成1.2厘米左右的小正方形 首先在豆腐碗中加入适量的盐 碗中倒入90度的开水 将豆腐浸泡5分钟备用 豆腐用盐开水浸泡之后可以有效去除豆腥味 去除腥味的同时还能使豆腐更加的滑嫩 首先我们选择鲜牛肉50克 然后把牛肉切成大小均匀的牛肉粒备用 最好选择带一点点肥油的牛肉 这样的牛肉末炒出来才不会发财 吃起来才会更香 麻婆豆腐的配料有切好的牛肉末 蒜苗,小葱,皮鲜豆瓣酱,永川豆豉,姜末,蒜末,辣椒面和泡好的豆腐 首先我们把泡好的豆腐沥干水分备用 锅烧热以后加入适量的油滑锅 挖好锅以后将热油倒出 锅内加入适量的底油烧至四成热 然后牛肉粒下锅小火爆炒一分钟 一分钟以后加入适量的青花椒 继续开小火扁炒一分钟 这一步的目的是让花椒中的麻味和牛肉末的香味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牛肉末炒香以后加入豆瓣酱和永川豆豉 然后继续开小火炒香炒出红油 豆瓣酱炒香以后加入姜葱末和辣椒面 小火翻炒几下将辣椒面炒香以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我们下一步开始调味 加入适量的盐,味精,花椒面,胡椒粉和一点点的白糖 再加入适量的老抽调底色 然后将豆腐下锅小火烧至四分钟 第二分钟的时候锅中加入适量的水淀粉勾成薄芡 第三分钟的时候将锅离火 加入少量的水淀粉进行第二次勾芡 小火烧至第四分钟的时候再次将锅离火 再次加入适量的水淀粉进行最后一次勾芡 勾芡的过程中必须用勺子轻轻的推动豆腐 以防止粘锅或者烧糊 最后淋上少许花椒油即可装盘 最后撒上花椒面和大蒜叶麻婆豆腐就制作完成 想知道麻婆豆腐为什么需要离火勾芡的粉丝朋友们可以关注作者在评论区的回复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我的作品可以关注头条号美食作家 我是王刚 咱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 Ο餐рос 感谢观看